欢迎收看金融八顿节目 好 那么今天指数呢 来今天开高 今天指数开高走低 那么开盘今天指数 在开盘之后今天往下 所以今天收盘的时候 指数今天收相对的低点 好 那么收盘之后跌了93点 在12,778点着收 好 今天2536亿的成交量 好 那当然今天结算了 那再来的话 就是跌去美化的概念股 好 所以今天的话 大概从去美化概念股开始是 首当其冲 好 所以包括的话呢 来有些股票的话 也是之前是涨的相当多的股票 那PE也比较高一点的 包括像是利基等等今天 有些去美化的股票今天都下来 那再来太阳能的部分今天也下来 好 但是我想其实盘面上面 来 那么严格说起来 就还是一个高档的震荡 对不对 所以这个区间 好 那么指数不会马上上去创新高 但是呢下来也不会怎么样 好 但重点就是个股 对不对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讲嘛 一开始就说八月的重点 其实就是标股 对不对 其实你看 现在应该大家越来越有感觉了吧 是不是 我刚开始八月初的讲的时候 大家还半信半疑耶 现在你应该感觉越来越强了 对不对 八月份其实真的就是个股 对不对 尤其就是标股 那标股当然一定要跟上来 对不对 当然是我们家标股 你一定要把握啊 对不对 我们家标股 都是在大家不知道的时候就先买好耶 不是上来后才跟你讲耶 对不对 都是全市场不知道的时候 你要买多少就买多少 是不是都可以轻松买 好 先来看看今天 那我们 我们股票很强啊 对不对 又涨停了 对不对 真的涨停了 来看到东朔 来 礼拜一早上的时候 那么 又是领先权市场 所以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对不对 很多人不知道的新标股 好 那礼拜一早上的时候 那么成交量也够 但好几千张成交量 所以你要买多少就有多少 有没有 那么是不是现买现赚 对不对 现买现赚嘛 礼拜一的时候就直接赚涨停了 对不对 礼拜二的时候 昨天一家到底啊 好 昨天就一家到底了 是不是大家都买不到啊 就只有我带你在礼拜一的时候 现买现赚涨停 礼拜二再一个人涨停 所以今天也不过 这个礼拜今天礼拜三嘛 我假日的时候是不是说 新标股要把握好 我这样讲是有意思的 因为很多人没有把握到前面的标股 所以我说这个礼拜新标股要把握 而且 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 你什么时候知道 是不是 你是在 它已经涨了一大波上来以后 才知道还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就先知道 对不对 那你当然先知道的话 你当然就直接买啊 你不可能买不到 因为你根本要买多少就有多少 对 好几千张的前脚量 好 那昨天一家到底 两天两根 那今天东说 第三根 三天三根涨停 好 所以全市场最强的 是不是我们家的新标股 最强就是我们家新标股 要不然你三天还可以找到 大鱼三根涨停了吗 对不对 没有嘛 最强就是我们家的标股 而且我假日的时候就呼吁你 新标股一定要跟上 因为我们就是领先布局 但你都先买好 最好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我带你买的时候啊 你要买多少就买多少啊 成交量也绝对够啊 对不对 全市场不知道的新的题材啊 我那时候说 大家不知道的远距概念 对不对 隐藏版的远距概念新标股 可以让你马上就赚大钱 对不对 因为正要喷出了 好 大家都不知道啊 那获利超级强啊 是不是获利超级强啊 来 那第二季的时候 就已经赚了快要两块钱了 1.98元啊 我们礼拜一早上买的时候 才多少钱啊 来 再看一看 有没有 40块多 41块多 就这样子而已啊 第二季的单季就已经要两块钱了 然后7月的MOMO 18.8% YY32% 7月份又继续创新高 那7月的获利 要上看一块钱以上的单月获利 那股价只有40出头 对不对 我想接下来之后 大概就会有越来越多人讲 越来越多人跟你说 这个股票获利非常非常好 对不对 然后东西其实也很强 对不对 因为新的远距的概念 远距概念是今年最重要的主軸 是跟宅经济连在一起 那这个是做NB的这个扩充基座 那现在宅经济远距概念 你要用NB 那NB上面就只有那几个插槽啊 你一台NB上面有几个插槽 没有几个插槽嘛 是不是 那么就那么有限的插槽里面 你要远距办公远距教学 不管你要做什么都够用吗 有很多人不够用啊 是不是 因为你插一个随身碟就占了一个嘛 再来个滑鼠又占了一个嘛 这样就已经去掉了两个 那你其他的东西怎么办 要不要连印表机 要不要其他其他相关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现在越来越强 隐藏版的远距概念股 对 营收大好 获利大好 更何况 Intel新的东西里面 它还是指定供应商 是不是获利越来越强啊 那第二季的获利 其实就可以让它飙了 再加上第三季 从7月开始 7月的获利 单月的获利就会非常强 对不对 很多人现在开始注意到这档股票 报纸可能也会开始注意 但是过两天以后 你看到大家都在讲的时候 你只会有一个感觉 对不对 你跟我在一起多好 你都先买好啦 你都先买好在车上啦 是不是 你都一路在赚大钱啊 所以礼拜一的时候 礼拜一早上没有人讲 没有人知道 对不对 标股我们就先买好 然后就直接赚大钱啦 所以我们的标股 其实买好之后 你就是直接赚啦 你其实也不用做很多事嘛 当天就让你现买 现赚收盘亮灯涨停 来 礼拜一涨停 礼拜二 真的大家都买不到了 礼拜二开盘 一架到底 两根涨停 两天两根涨停 然后今天这个礼拜的第三天 也是我们买进以后的第三天 第三天再来第三根涨停 今天开高之后 六分钟亮灯涨停所住 三天三根涨停板 好 所以你告诉我们的标股 够不够强 那是不是可以让你赚大钱呢 所以我一开始就讲过一个观念 很多人说只住到现在这附近 晃来晃去 那一万两千多点 一万三千点这边 那可以赚大钱吗 是不是 我说他当然不可能说是一两天之内 就要五成一倍 因为我们的规定上面一天也只能10% 但是你说你要涨停又不容易 我想应该还蛮容易的 你都已经看到三天三根涨停了 难道你还觉得不容易 是不是要涨停很容易 更何况我们的标股都是 领先布局 领先市场 然后公开操作 三天让大家再见证到一次 是不是我们的新标股就是这么猛 三天三根涨停 好 所以先恭喜大家 应该还不错吧 对不对 你看节目的时候应该也觉得蛮开心的 三天三根涨停最多位只有这样 你三天总不会来四根吧 是不是 所以呢 就一路飙上去今天九点六分 九点六分 六分而已涨停锁住了 是不是 我跟你讲非常猛 因为那趋势对然后数字又强 所以 所以其实我就想说 有些资金会从高价格出来 那现在可能还从去美化的出来 对不对 那里面吸纳多少资金啊 那一大堆资金里面 放到新标股就够你赚了 是不是 但是你动作要快 手脚要快 你不要等到全市场都知道的时候 对不对 那你要领先市场有什么方法 领先全市场当然就是跟我做 都领先全市场啊 来 冬作今天轻轻松松第三根涨停 那么 先跟我们所有看节目的朋友恭喜了 对不对 来 还不只是冬作涨停 待遇 这上礼拜三 上礼拜三的时候八十几块钱 对不对 你都可以随便买好 礼拜四的时候创新高了 96块钱创新高 对不对 再创新高 你标股就差价先买好 然后放个价回来 礼拜一亮灯涨停 104 亮灯涨停 涨停 涨停锁住 对 101支创新高 那今天又继续 又涨停了 113块钱 亮灯涨停 涨停 涨停创新高 好 一个礼拜 就一个礼拜而已啊 是不是你看差多少啊 对不对 礼拜三的时候可以轻松买 礼拜四的时候涨停 礼拜五震荡一下 礼拜一涨停 昨天礼拜二创新高 今天继续创新高 对不对 今天又继续涨停锁住 那你在短短的一个礼拜之内 你已经看到了几根涨停了 三根涨停了 对不对 这也公开操作啊 也是领先全市场啊 是不是 所以我说好股票标股 对你不只要跟好 而且你是一开始 你就要跟上来 对不对 因为很多都是 飙上去了之后 涨了一大段之后 大家才开始注意到 市场开始在讨论 越讨论以后越肯定 对不对 就是一档好股票 就是一档要飙的股票 后面大家就会这么讲 但是你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 当然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你最好买啊 你要买多少就有多少 对不对 我一开始就讲非常的清楚啊 你要买多少就有多少啊 来再看一次 这是8月12号 到礼拜三的时候 一整天随便你怎么买喔 随便你怎么买喔 对不对 新的订单 对不对 新贡献的订单 好 那么7月份 营收 YOY197% 二百五百15.3% 那这是一家好公司 是不是 他并购了一些 国外的公司之后 对不对 就已经开始完全不一样了 是不是 从今年3月开始 营收就是一路创新高 3月创新高 4月创新高 5月创新高 6月创新高 7月的YOY到197% 是不是 第二季的获利开始大成长 下半年正式开始噴出 所以7月份的单月获利会非常的强 从7月开始 下半年单月 从1块以上的获利起跳 而且一个月比一个月强 所以7月份 你会看到非常漂亮的数字 那8月数字又更强 那8月数字又更强 往后12个月里面 是不是 就是10几块的获利 那当时80几的时候我跟你说 一定要锁定好 对不对 一定要买好 事实上你真的有很充分的时间可以买 是不是 你肯定要买多少就有多少 好 再看一次礼拜三 对不对 你要多少有多少 对不对 你前面没有买 后面也可以买 你前面也可以买 你也可以再加码 你要买多少就有多少 来你买完之后 继续就往上面噴出漲停了 对不对 就一路往上面 开始一路大涨 一路创新高 有没有 再来的话113创 再来的话就继续往上了 是不是再看到就是 来96块创新高 有没有 隔天就创新高了 然后104创新高 对不对 104创新高以后 今天113块钱再创新高 它已经是全球前三大了 那么接下来还有Pelleton的新订单 Pelleton的新订单 是从现在开始 从无到有新贡献的订单 对不对 明年贡献一整年 有没有 所以是不是都是公开操作 其实每一个都公开讲 所以我常常在讲说 你跟上来的好处是 第一个你可以把握标股 第二个更好是标股 你可以买在大家不知道的时候 你可以买在七涨之前 对不对 你要买多少就有多少 是不是确确实实让你赚大钱 所以我说 这个盘就是选股不选市 本来就选股不选市 我一开始就讲 8月就做标股 那我们的标股一定要更好 每一个都可以让你赚大钱 你没发现吗 都做三天三根涨停 对不对 带雨一路创新高 今天亮灯涨停继续创新高 所以我们的标股都可以让你赚大钱 所以我才说你要把握好 是不是 因为不要现在指数里面 因为指数我早就讲过 它就是一个高导震荡 那钱会在新的标股 新的标股其实更有实力 因为很多高价股都已经拉到 30倍的本益比 甚至40倍的本益比 但是我帮你找的股票 这是我们手上的新标股 独门的标股 都是非常有利基性 而且本益比就很低 应该想说它获利爆发现 市场还没有发现 所以它还没有喷出去 但终究要找到合理的本益比 那个时候你就赚翻了 是不是 你知道本益比 从10倍到15倍你是五成的意思 10倍到20倍是一倍的意思 对不对 很多高价股都已经拉到30倍40倍 对不对 又强是不是 然后又有独门利基的 别人不知道的新标股 对不对 你跟我一起 当然是轻松转 所以你说 这个盘的重点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不在指数 我讲话印象是很实在 对不对 不是我懒得去讲盘 是真的就是这样 重点本来就标股 我们的股票一档一档喷出 每一个都可以让你赚大钱 而且是真的可以赚很多 对不对 再回来看看 虽然来远展这一次是76% 63块到111块是48块钱 然后76% 那注意我跟你讲的63块钱 是8月5号到现在而已 我不是跟你说 最近一季什么东西之类的 不是这样子 虽然你如果最近一季 或今年以来这样子也很强 但是我跟你讲的是 从我们买进到现在 今天第11天 11个交易日而已 11个交易里面包括喷出的时候 中间休息的时候 上去创新高的时候 亮灯涨停的时候 全部加起来11天而已 11天76个百分点 对不对 你100万已经赚76万 好 所以非常非常强 来 那么当然强有强的道理 是不是上去一路往上面创新高 那获利非常非常地好 当然获利非常非常地好 一个月就已经1.53元了 一个月而不是一季 对不对 高价股里面一个月1.53元 你看到多少钱 这是一个月的数字而已 对不对 更何况下半年的动力 还是非常强劲 对不对 这个趋势我说过非常清楚 它其实在那一块里面 也在全世界前几名 它其实已经是前三了 应该已经是毕竟最大了吧 所以其实非常优质的公司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对不对 很多人不知道一档股要喷出 很多人不知道 可以让你马上五成一倍的赚钱 但是你跟我们就知道了 好那今天震荡一下 来因为太猛了 对不对 上去以后震荡一下 上去以后 来稍微震荡一下以后 还是一样会创新高 好那我们就继续累积获利 目前76个百分点到111块钱 那我想震荡一下之后 会持续刷新这个数字 那重点是 我们的标股 还是要更好 因为非常强 确实是非常强 对不对 而且 大概这几天 你应该没有看到更强的吧 有没有 三天三根漲停 你觉得有更强的吗 没有嘛 11个交易76% 你大概也没看到更强的 好没关系 反正 重点就是标股更好就对了 那么当然还是有新标股了 那我就说很多时候是 大家还不知道而已 对不对 对不对 就像我常在讲说 很多股票是 它其实是你什么时候知道 对不对 你在起涨点前 人家不知道的时候 先知道 然后你先买好 你就是直接赚最大的那一段 那你如果是涨上来以后 涨一大段以后才知道的话 当然你就赚得比较少 对不对 所以其实是你什么时候知道 你什么时候买 你怎么操作而已 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我说标股要更好 对不对 先恭喜大家都很强 一路赚大钱 所以178标股 每一档都要更好 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你不知道的内容 我们待会儿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你现在准备了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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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欢迎回到现场来 所以当然就实地锁定我们节目 那么其实你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还有 对不对 就像我当时在讲原展的时候 你不知道它的营收 它的获利 那我说都会非常好 而且我数字都讲在前面 那么我说东硕的时候也是 我说黛宇的时候也是 那其实那都是大家不知道的东西 那其实大家不知道的东西还有 对不对 所以你不一定要看华为概念股 你不一定要看去美化概念股 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标股 你不知道的好股票 对我们先来看 就好像这一档 还有你不知道的还有一档 宅经济概念当然是主角 对不对 当然是主角 美国的科技股也是涨这个 宅经济概念股本来就最强 宅经济概念股当然有远展之类的 已经涨了七八成了 对不对 那当然我讲的不是远展 我现在讲的是市场还不知道的 还有这一档 还有一档你不知道的 宅经济概念加上Tesla概念 Tesla最近超强 Tesla概念股 这档很多人不知道 对不对 新的题材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获利 获利是表示 而且我讲的是接下来的数字 这个是后面会准备迎接你的利多 对不对 所以七月份单月 上看0.75元 0.75元但是股价只有 只有40出头 一个月就赚了0.75元 那么一季赚多少 那第四季还进入旺季 第四季进入旺季之后 加上今年这块非常强 股价40出头 是不是 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 还没有起早的标股 所以其实你不知道的还有 很多标股都是从你不知道之后开始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跟上来 跟上来你不都知道吗 要不然我如果给你的时候 你也赶快打来 我前面是都有给你 对不对 我前面是都有讲说 你打电话来 对不对 告诉你还有一档 打电话来直接跟上来之类的 甚至我还送你 对不对 所以不要说你不知道 其实你早就知道 你知道只是你有没有更好 对不对 你更好的话 你不只知道 而且你还可以买好买满 对不对 你就可以找很多 所以市场上面其实 就是个股 本来就是选股不选市 对不对 指数你不要说今天跌93点 其实反正它一天涨一天跌就这样子 是不是 不会马上创新高的 但是它也不会怎么样 对不对 我就说其实重点就是个股 不过话说回来真的是 从高价股 从华为概念股 从去美化概念股 那个放出来资金可多了 所以如果要转到新标股的话 我想新标股应该很快就会被发掘 很快就会冲上去 所以你还是赶快 对不对 你还是赶快吧 我讲的是你不知道的市场 还不知道的新标股 而且那数字都等在后面 等在后面的地多 所以还是赶快跟上来 对不对 跟着我的好处是我们的标股不只是 先买 买好 买满 买在其长点更重要的是 可以让你直接赚 最好赚的那一段 不要忘了我们昨天做了什么事 我昨天有公开跟你讲 我昨天公开告诉大家 所以你可以跟我完全一样 轻轻松松的今天早上你还来得及 我昨天是不是告诉你 茂迪获利出场 对不对 我昨天讲得很清楚吗 茂迪获利出场 赚得饱饱的获利出场 赚好几根找你 来看看茂迪 来这是茂迪在12 13块钱的时候 13块钱左右的茂迪 上个礼拜三开始的第一根涨停 要不要全部公开讲公开操作 对不对 你也都买得到 6万张的成交量 你要多少就有多少 好 所以我们茂迪真的是赚非常的多 因为礼拜三的时候呢 买进了之后当天现买现赚赚涨停 礼拜四的时候第二根涨停 礼拜五的时候第三根涨停 礼拜一快要四根涨停 昨天礼拜二再度创新高 是不是超过四根涨停 昨天早上全部获利出场 大赚放口袋 19块再创新高获利出场 全部公开讲 对不对 就几天的时间而已 每天涨停 买在起涨点赚最好赚的那一段 出在相对高点 对不对 礼拜三涨停 礼拜四涨停 礼拜五涨停 礼拜一快涨停 礼拜二又再度创新新高 要创新高获利出场 我昨天公开跟大家讲的 所以你又完全印证了 你印证的是买一点 卖一点你都印证了 对不对 你印证的不只是买一点 你印证的还是中间的四根涨停 然后你又印证的卖一点 对不对 而且都是事前公开操作 完全公开预告 那你看到我昨天跟你讲的 你今天还应该 虽然说你可能会卖得比我们低 不过也还OK 应该还可以 对不对 因为基本上你还是大赚 还是可以赚很多 所以标股就是要这样子 对不对 不只是赚标股 而且是赚宝放那口袋 然后再来赚宝放口袋之后要干嘛 你还有新标股 对不对 还有新标股 那新标股你就可以跟上 所以我说其实现在真的就是在 真的就是选股不选市 对不对 而且 那一些从去美化的 华为的那些出来资金 我跟你说那个资金真的很大 那资金绝对可以 那绝对可以成就很多大标股 好 所以还是要先恭喜大家 昨天冒敌顺顺顺利的大赚放口袋 那今天 我想应该是全市场最强了 对不对 因为东硕一根涨停 礼拜一涨停 礼拜二涨停 今天礼拜三再度涨停 连续三根涨停 所以 应该给大家一点好东西 对不对 因为既然我们这么 昨天大赚出场 今天又大赚出场 所以就分享给大家了 那今天178好礼 打电话来直接就给你了 所以想要赚钱的 想要新标股的 想要马上就赚的 想要现买现赚 想要涨停版的178好礼 打电话进来 好礼今天给你 但是只有今天而已 等一下就有电话 你就可以马上打电话进来了 178好礼绝对不能错过 就像178标果不能错过一样 跟我们线上的注意言论 178好礼今天就给你带回去 178好礼绝对不用感谢 168好礼绝对不给你带回去 20111 充电话 20111 2011